此前跨年直播,陆寒受到外界很多质疑,都以为他开直播是为了收礼物。 当天粉丝也确实打赏很给力,这场直播也产生了一笔不小的收益,本来是被视为入了陆寒的口袋。 直到今日某公益项目在社交平台发文,才知道陆寒已将直播收益全部捐给了足球第一课公益项目。 陆寒虽然很久没有出来营业,看似收入来源有所缩减,但且不说他出道多年赚的不少,手里也还有很多投资副业可以来钱。 重点是家里条件也一向优渥,就算是下半辈子都不工作,他的小日子也照样能过得很滋润,所以他肯定不会是为了捞金就吃相难看的人。 正因为生活惬意,现在陆寒也是越来越佛系了,对工作远没有以前的激情了,全凭个人喜好来安排行程,暂时没有接戏的打算。 也不是说没有优质的剧本,前阵子就有一部偏正剧类型的剧,制作班底很靠谱,但他感觉自己难以驾驭角色,就干脆推掉了片方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